全款1500万在香港买了套房子送给儿子和媳妇 这是婆婆的朋友的朋友 婆婆回来跟我聊起这件事 问我羡不羡慕 别人的公婆可以一次性拿出1500万出来 还我的公婆连给奶奶买房子30万都拿不出来 我说不羡慕肯定是假的 不过我有自日之明 那样的家庭轮得到我来加码 现在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 今天香港有国际篮球赛事 我老公特意请假陪老大去看比赛 门铃响起又收到了一堆快递 朋友送了一些购物券给我们 全拿来买菜了 冰箱都晒得满满的 房子太小 想换个大点的冰箱都是奢望了 公公回来后 每天早上都会跟婆婆去饮茶 中午呢 他们两个会再带上奶奶去饮茶 奶奶的指甲又很久没有减了 婆婆势力不好 就让飞勇姐姐